白衣男子从板子后走出来 那一旁的小学生吓得连动都不敢动 原来是前一秒他躲在板子里面脱下裤子 朝着所有的学生做出猥亵动作 穿上裤子离开 还回头看着学生露出诡异笑容 小朋友全部吓傻 交头接日讨论就是没人敢进举妄动 男子当时就是在这个地方做出不雅的动作 当时还有民众来来玩往 光天花日之下的不雅行径 让许多民众吓坏了 担心他会对学生做出危害动作 民众赶紧报警 这是在18日中午12点多 新北市卢州一间小学放学时间 30岁的张姓范贤 在距离小学不远的巷弄 当时经过家长和一群小学生的面前 脱下裤子做出不雅动作 警方获报电源监视器歹人 将他依公然猥亵罪含送法办 当地住户将男子的夸张行径po上网 纷纷控诉这男子情绪不稳定 经常出现在卢州附近一带 周边的居民都知道他 还曾经有跟学生要钱的情况 之前他是有跑进去我们里面 他去偷我们小朋友的鞋子 市民犯前到案之后 对于为何犯下犯刑 必重就行 后续我们会依照 公然猥亵罪的部分 来持续来侦办 获报当天就将男子逮捕到案 不过校园附近的巷弄 是学生上下课的必经之路 遇上男子猥亵叫家长 怎么放得下心 记者谢耀璋黄珍新北报道